好,这个公路不仅仅是人,也是野生动物的狼道 这个月9号就有一名机车骑士在行经台九县锐岁段的时候 突然遭到一只穿越公路的山枪给撞上了 那么骑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,造成骑士受到轻伤 那么山枪本人则伤重当场身亡 凤林警分局也呼吁用路人行车途中随时保持警觉 确保道路的安全 好端端行驶在公路上的机车骑士 却冷不防遭野生动物从左侧高速撞击 造成骑士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在地 9号到现场时,他现在该患者有多数擦伤 患者表示刚刚骑车时被小动物导致摔撤 撞倒机车的小动物居然是野生动物三枪 凤林警分局调查表示 本月9号在台九县瑞岁段发生九通事故 一支山枪突然从公路左侧飞奔穿越 正巧撞击到行径中的机车 导致骑士摔车受伤 警方表示花莲已经发生多起野生动物交通事故 因此也特别呼吁驾驶人行车随时保持警觉 注意道路路况,行进该路段也要小心野生动物出没 避免发生类似事故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